Derek传道 他的信息是寡妇的两个小钱 好吧 以下的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刚才牧师带领 我们一起读了这一段经文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寡妇的两个小钱 非常的感恩 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感动 有主耶稣基督在这里 讲到这个寡妇 她的来到圣殿 然后向圣殿里的银库 投了这两个小钱 虽然为素不多 但是主耶稣基督 对她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在古代的主耶稣那个时代 许多的犹太人 他们常常的到圣殿里面 去敬拜神 就像今天一样 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 都在主日 祭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 我们一起来到教会 来崇拜我们的主 我们也一起来听神给我们的话语 当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时候 其实神在宽广我们的心 他在我们所出的环境当中 我们所处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他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有光有盼望 有路可走 然后有指望 这是我们神他常常的带领我们的 让我们知道他救赎我们 他不会放弃我们为孤儿 撇下我们为孤儿 他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前进的脚步 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 到一天能够可以践踏的时候 我记得在那时候还比较小的时候 在有一首流行歌曲 这首流行歌曲是台湾的一个 那是八十年代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流行歌手 后来好像我查了一下 别人会称他为天后 天后级别的叫苏瑞 他在88年他在一张专辑当中出了一首歌 这首歌的题目叫做奉献 也许大家听过 也许没有听过 然后这个歌词是挺感人的 甚至到现在在某些场合 大家都还会去唱这首歌 这个歌词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歌词的作者 他是通过看到这个自然界的 这个字有点小 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他就是观看自然界的这些状况 他说长路奉献给远方 玫瑰奉献给爱情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爱人 等等等 他是有两大段 然后四个小段 他说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小孩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朋友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爹娘 其实这个是在世上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 常常在某些境况之下 想到这个人世间的这种重要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由此会发出一些感叹 我们因为非常注重这样的关系 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想为这种关系能够有所付出 我们宝贵这种关系 我们宝贵这种关系 其实当我们想到这些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有一种更重要的关系 是我们更加是需要去省思的 这个关系呢 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横向的 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 但是无论如何 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都成为我们在世上 所有关系的一个基础 一个指南 一个让我们更好的 借助我们和神 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我们能够和人有更好 更自由的 更加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借着今天 刚才牧师带领我们所读的 这个马可福音十二章的 短短四节的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 主耶稣在这个故事当中 他教导我们 我们怎样去看待 或者是我们怎样去重视 我们和上帝 我们救赎我们的神 爱我们的神的 这样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 四十一节上半节那里说 耶稣对银库坐着 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这半节经文非常短 但是呢 它是描绘了当时 在圣殿里的一个景象 当时主耶稣基督 带着门徒坐在圣殿里边 他是对着银库坐着 他干什么呢 他是要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 当时有许许多的人 到圣殿里边去敬拜神 他们会像这个 他们按照要求 有一些有需要的 他们会献祭 他们牛啊羊啊鸽子啊 这些来献祭 但是有一些呢 他们是可能是没有一些需要 但是呢 他们向神感恩 他们有一些这个按照律法 他们会向这个银库来投一些 这个钱财 钱物财物 这里呢 这个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呢 这个看字 在原文当中呢 它不单是说看 而且它是留意和观察的意思 当我们刚开始读这节经文 看这节简短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想到一个场景 就是神的儿子在神的殿里边 看众人将钱投在这个银库 这个银库里边 那如果从表面的意思来看 那是不是这位神 这位神的儿子 他非常非常看重我们的钱财呢 非常非常看重我们给予他的奉献呢 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这个我还在读神学 那时候我接待了一个家庭 然后呢我们那个家庭还没有相信 这个还没有没有信耶稣 他还这个刚刚从来到美国 那时候我们就接待他们 那当接待他们过程当中呢 然后常常邀请他们到 这个周五的时候 到我们家吃饭 然后呢我们就给他讲解圣经 然后呢也跟他们聊一聊信仰 有一次我记得 就是这个跟他们聊的时候呢 看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们这个非常安静地在那里听 当他们听完对于这个福音的讲解之后 他们就就讲他说你讲的这个信仰 非常非常的好 他说如果我要有一个信仰的话呢 我愿意这个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作为我的信仰 但是呢我有一个很困扰我的一个一个问题 一个疑问 就说你们的教会呢 好像问人要钱 当时我就很疑问 我说你是不是有人带你去教会 或者走错地方了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他说是有人带我去一个教会 然后那个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呢 传奉献带 这个奉献带就传到我这里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你第一次去教会 而且你没有信 你可以如果你没有感动奉献 你可以不奉献 他说哎呀 这个奉献带传到我这里 我哪也不好意思不奉献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人的经历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是有在金钱上的一些拦阻 拦阻人对于福音的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的 我之所以在这里可以讲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这对夫妻这个家庭 他们已经信主了 在2021年的这个暑期的时候 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 有VBS 我带小孩去参加 就碰到他们 他们就非常开心的过来跟我讲 他说他们已经在这个教会受洗了 这个我也非常非常为他们高兴 但是对于教会的奉献呢 其实教会圣经有它非常详细的 这个原则 都是按照信心和甘心乐意的原则的 教会在地上有教会的需要 因为有同工 有全职的同工 也有这个建筑的维护 然后呢有事工的需要 是有奉献的需要的 但是呢这个都是在甘心乐意的基础之上 另外呢而且是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原则的 我们去读圣经或者听牧师的教导 我们会非常详细的去了解 但是对于我们这位神本身 我们这位神他自己来说 他是不需要我们的钱财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诗篇的五十章九到十三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 他说我不从你家中娶公牛 也不从你眷里去公山羊 因为林宗的百兽是我的 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 三宗的飞鸟我都知道 田野的走兽也都属于我 我若是饥饿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公山羊的血呢 这个讲到就是我们的神 祂是万有的神 祂是创造的神 世上的所有的万事万物 都是祂所创造的 我们看田野的走兽 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 然后呢这些海里的这些鱼 这些这个山上的这些飞鸟 田野里边的飞鸟 都是神所创造的 神不需要人去给他什么东西 另外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 是在历代之上的二十九章 十三到十四节 那里大卫向神来祷告 大卫在他年老的时候 是他的灵性最丰盛的时候 也是他的国家最强盛的时候 那时候他向神祷告 他预备为神来建 神的圣殿 他说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我算什么 我的民算什么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 大卫非常清楚 因为他一生当中 经历许许多多的患难 但是神一直保守他 他知道他所得的 他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 如果没有神的保护 他可能不知道 丢过几次的性命 他没有办法存留在这个世上 大卫王是古代非常 中东地区非常有名的 这样的一个王 在人看来 他是非常非常荣耀和尊贵的 但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在神面前说 他说我算什么 他说我的民算什么 当大卫预备为神建殿的时候 他预备的这个财物 预备的这些物资 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是极其的丰富的 但是大卫他跟神祷告说 他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当大卫他为神预备建殿的时候 他所预备的 他心里清楚 神给他的比他给神的 神给他的比他给神的 多之又多 不知道有多少倍的丰富 所以大卫在这里 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所以通过这些经文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其实我们的神 他是丰富的神 他不需要我们的钱财 他不需要我们物质上的 好像他看中我们的物质 我们的神 他是丰富的 他等着来赐福给我们 那如果神 他不看中我们的物质 那他看中我们的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 马可福音的十二章 这个四十一节的下半节 一集到四十二节 继续讲 他说有些财主 这些经文 接下来的一个经文 就是主耶稣基督描写 他们坐在那里所看到的 就是说有好些财主 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有一个穷寡妇来 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 这个是当时他们坐在那里 所发生的有趣的一幕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呢 其实一个非常明显的 非常好的一个对比 就是财主和穷寡妇 在原文当中的这个财主呢 它不是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说就是个财主 它是写的是一些富足的人 一些好些富有的人 非常丰富的 有钱的一些人 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呢 他们是往银库里做了什么呢 他们是投了若干的钱 在当时的这个钱币呢 都是用铜制的 就像跟我们中国的古代一样的 都是那些金属的这些钱 所以当这些财主们 拿了很多的钱 投在这个银库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就哗啦哗啦的那个响声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想象到那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当这个穷寡妇 她来到这个圣殿 她向银库投钱的时候呢 这个穷寡妇是贫穷的寡妇 她是没有钱的 她是贫穷的 她是这个 在自己的生活上 可能都有缺乏的这样的一个人 她往里边投了两个小钱 这两个小钱什么概念呢 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些这个历史 或者解禁的书籍呢 她会告诉我们 说这个两个小钱呢 是这个当时的货币单位 是最小最小的货币单位 这两个小钱呢 就是一个大钱 这一个大钱呢 可能大家看到以后 还觉得 哎 还是个钱 但是一个小钱呢 那个分量是非常非常轻的 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按照当时这个工人 这种普通的工人 一天的工资呢 大概是这个两个 这个两个小钱的64倍 我算了一下 就是在今天我们加州 现在的最低工资 好像是每小时15块钱 15块5是不是 反正我查了一下 好像是15块5 如果一个人很辛苦 他一天干10个小时 这个10个小时的话呢 他一天就大概收获155块 如果再除以64 大概呢 也就是两块多钱 对于一个人的 一天的生活来说 都是非常的拮据的 都是非常的艰苦的 所以这个穷寡妇 她把这两个小钱 就投在那个银库里边 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当时的一个场景 穿着华丽的财 这些有钱人 提着他们的钱袋 到了圣殿 把他们的钱 把他们的钱倒在银库里边 哗啦哗啦的响声 但是穿着一个破破烂烂的寡妇 拿着两个小小的钱 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寒酸的样子 就把那两个钱投在银库里边 好像投在银库里边 连一点点声响都没有 人是怎么样来看 这个寡妇和财主呢 我们当时圣经没有来写 这些人的反应 但是主耶稣基督呢 对这个有一个评价 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 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刚才我们又读 他说 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里头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一切 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主耶稣基督对这个穷寡妇 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的 如果按照常理来算 按照常理来算 对于教会 当时是圣殿 现在我们是教会 对于教会的一些需要来说 对于一些圣工的需要来说 对于一些事工的要求来说 这寡妇的两个小钱 是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 反而呢 这些财主们 这些有钱人们 他们所捐献的这些钱 更能够支持教会也好 或者是这些圣殿的需要也好 更能够支持这些需要 但是主耶稣基督 他所看的和人所看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说 他说我实时 我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投的更多 比较起来 好像这个穷寡妇 这个投的很少 但是主耶稣基督呢 他在这里看到的 不单单是这个钱财的多寡 主耶稣神看人 在圣经上明确写了 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 神看人是看内心 人看人是看表面 因为我们人看人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也许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人的一些想法 但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人内心深处 但是神知道我们人内心的光景 知道我们人内心的状态 神看到这些财主 看到这个穷寡妇 他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光景 这些财主 他们把钱投在银库里边 看起来这个财主 他们是富足的 他们是有余的 他们可以把他有余的钱 偷在圣殿的福库里面 但是他们的心灵是富足的 还是贫穷的 我们透过经文 或者是我们从表面来看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这个穷寡妇 他是自己不足 他就仅仅有这两个小钱 这两个小钱 也许他在他的 这种接俭的生活里边 他可能能够维持一天 或者甚至几天的生活 但是呢 他毅然决然地 他怕他的钱拿出来 就投在圣殿的福库里面 他不足 但是呢 他的心 他是富足的 相比于钱财来说 他更看重的是他和神的关系 他更看重的是他所相信的这位神 其实在圣经上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都很熟悉圣经 圣经上也多次提到 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他是孤儿寡妇的神 他是看顾贫穷人的神 他是看顾那个弱势群体 看顾有需要人的神 人也许会忽略我们周围人的需要 但是神从来不会忽略 每一个到他面前 来寻求他的人的需要的 所以这位穷寡妇 他在他的经历当中 他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所信的这位神 他所付出来 投钱在福库里所奉献的这位神 他从他那里得到的 远比他所给神的更多 神看顾他 他知道神爱他 他知道神 他愿意用这两个钱 他唯一养生的钱 来表达他对神的感谢 来表达他对神的感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主耶稣基督在这里 这个教导门徒的时候 他其实是告诉 他特别地来把门徒 叫在他的跟前 来告诉他 把这件事情来告诉他 他其实告诉门徒 神所看重人的是哪一方面 是看重人的内心 在另外一个故事 是在以赛亚书的38章3到6节 我们看神 他怎么是看人内心的 在古代的以色列 有一个王 这个王是一个好王 他的名字叫西西加 他的故事是在 列王纪下 在列王纪 我忘了上下了 那边有记载 在以赛亚书38章 这里也有对于西西加王的 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 这个西西加王呢 当时他生病了 而且他病得几乎快要死了 他的人生已经到了 人生最后最后的阶段 然后当时神就猜浅先知 过去跟他讲 他说 现在你的已经病入膏肓了 你快要死了 然后你赶快安排你的后事吧 当西西加王听到这个先知 跟他以赛亚先知 跟他所说的话的时候呢 他心里非常非常地忧愁 非常地痛苦 因为他知道他人生 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候了 他人生 他虽然是一个王 但是他短短的 这一生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比这个西西加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健康的人 我们在时间上来说 我们是富足的 西西加王他在时间上 在他的人生的时间上 他是贫穷的 因为他的人生就快要结束了 他的人生就马上 就要画上一个据点了 因为他的病很重 他马上就要死了 当先知传达完神的话之后 他就先知就要离开 然后呢 这时候这个西西加王 就在他的痛苦当中 在他的这个心里面 忧伤当中 他向神做了一个祷告 在以赛亚书38章 3到6节那里说 他说耶和华 求你纪念 我在你面前 怎样存完全的心 按诚实行事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 西西加就痛哭了 他心里非常的难过 他就向神 做了这样的一个 简短的祷告 但这时候 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 同时这个神的话 就马上临到了 向他传递信息的 这位先知 以赛亚的耳宗 他说 你去告诉西西加说 耶和华 你祖大魏的神 如此说 我听见了你的祷告 我看见了你的眼泪 我必加增你 15年的寿宿 并且我要救你 和这城脱离亚素王的手 也要保护这城 其实我们在 看这个经文当中 虽然几句也没有上下文 但是经文当中 非常清楚能够可以告诉我们 除了当时 这个西西加王 他生病快要死了 他这样的一个难处之外 他这个国家 也面临到一个极大的忧怀 但是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 神不单是要医治他的病 要延续他的命 而且要保护他的国家 保护他的人民 西西加他说了什么呢 他就说的 他说我向你存完全的心 我按诚实行事 其实如果我们去连贯地去读 那个以赛亚书 这个西西加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西西加王 他真的是一个好王 但是他是不是做事 就那么百分之百的完全呢 他是不是做的那个 没有任何的这个 差错呢 也不是的 他也有一些缺点 他也有一些 做错事 做错事的这个地方 但是神所看重的是 他向神 真的是存一个完全的心 当他向神存完全的心的时候 他的祷告就到了神的耳中 神就听见他的祷告 而且应允他的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神看我们 真的他是看我们的心 当我们的心 是怎样的光景的时候 神是非常的清楚 是非常的知道的 他按照我们的信心 以及我们向他所 这个 所 所发的这个诚实的心 来对待我们 其实通过刚才的这个经文当中呢 这个穷寡妇的经文呢 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穷寡妇 当这个穷寡妇 他来到这个圣殿里的时候 他看到那些 这个财主 穿着绫罗绸缎 拿着鼓鼓的这个钱囊 向圣殿奉献的时候 穷寡妇 他自己寒酸的样子 他完完全全可以向神来抱怨 他完完全全可以向神说 神啊 你真的是不公平 你怎么让这些人 这么的富有 反而让我这样的一个人 不单是守寡 而且呢让我们让我的生活是这样的窘迫 他完完全全心里边是有苦毒的一个人 他完完全全可以把这个钱紧紧地攥在手里边 然后都不向圣殿来奉献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穷寡妇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把他仅有的钱 然后呢就奉献到这个圣殿的银库里边 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 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来讲 我们出生的环境 我们出生的国家 我们出生的这个家庭 我们出生的这个富足的这种程度 物资的这种拥有的程度 我们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任何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决定的 有些人生在这个富足的家庭里边 生下来可能就是什么官二代 富二代 这个什么 就是有钱人的家庭 含着金钥是出生的 但是有些人呢 出生可能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一个贫穷的国家 甚至生下来就是在那种饥荒战乱的那种环境当中 这是世界的这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 我们没有办法说 这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 生下来就要面对你所出生的这个处境 你要走的这个道路 但是我们可以向这个穷寡妇来学习 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 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怎样来面对我们当下的生活 当然在艰难的过程当中 任何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 都会有失落的时候 都会有灰心失望的时候 但是我们别忘了 我们还有这位爱我们的神 他是照顾我们 他是引导我们的神 就像刚才牧师在祷告的时候 刚才会前祷告的时候 他说神的话 神是我们的指引 祂的话可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神会指引我们 而且神他愿意让我们的生命 无论我们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 他都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 我们不是一个苦独的 我们可以坦然地来面对 我们当前的这个景况 我们可以仍然脸上有笑容 我们甚至我们仍然手可以去 能够给得出去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这种生命是人所羡慕的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的 这个社会光景和人生状态 这个都是我们所羡慕的 一种人生的生命的状态 生命的光景 如果你有了这样的生命的光景 你还会忧愁你的物资上的缺乏吗 难道这位爱我们的神 他会让我们一直处在这种贫穷的光景当中吗 他会引导我们 他会建立我们 他不一定让我们大富大贵 但是神的应许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 因为这是外邦人所求的 他会带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也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穷寡妇 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标杆 一个榜样 当主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去 圣殿里面去教训人的时候 就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可能许多人都没有留意到 因为这个寡妇她太不起眼了 甚至很多人可能都忽略掉她 但是我们的神 他没有忽略掉她 甚至呢 他专门地把这个穷寡妇的 活生生的例子来教导她的门徒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哪里呢 是发生在圣殿里面 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 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是最后一次在地上 和人和他的门徒一起过逾越节 吃逾越节的宴席 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位耶稣 他为所有人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代数 他让没有盼望的人 让一切处在贫穷和患难当中的人 因着他的牺牲而有了盼望 因着他的牺牲而得到救赎 他可以让我们听见 他所传扬的主耶稣神儿子 为我们舍命的这样的一个福音 然后让我们的人生再脱离一切地上的挟制 让我们脱离一切地上咒诅的挟制 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生命自由的 神的创造的真理的自由的里边 这是神的儿子 他将要做的 而且是在那个光景当中 很快就要做的 而且当主耶稣基督 他向他的门徒来宣讲和教导 这样一个有完全的 向着神有完全的奉献的心的穷寡妇的时候 这位神的儿子 独生爱子耶稣 他自己已经预备了 向人有完全的倾道 有完全的爱心 他自己已经预备了 决绝地要走那个钉十字架的道路 他已经预备了 在人还不知道的时候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的牺牲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就这样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向着神要有完全的心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完全的 但是神已经早已向我们预备 他有一个完全的心的 他是向我们是完全敞开的 他希望我们能够 稍稍增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门 能够看到听到 这样我们就可以能够到他的身边 来保长他的慈爱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 而且他做了 他也成就在 凡信靠他的人身上 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来相信他 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听他的福音 当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是在这个耳朵里面听 然后在这个耳朵里面就溜掉了 我们要让这个耳朵进去的 然后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 我们要去思想 我们要去思想这位耶稣 这位神的儿子 一位荣耀的王 我们要去查考他所说的话语 我们看他所说的话语 我们如果照着去行 或者照着去信的时候 他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 带出那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果效来 如果能够带得出来 就是圣经所说的话语 这位神的儿子所说的 都不是假的 都是真的 都是关乎我们的 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在两千多年前 在主耶稣基督在圣殿里边 他快要钉十字架之前 发生了这样一个非常小的故事 这个小的故事 甚至在圣经上都是非常简短的 在马可福音只有四节的经文 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 应该也不超过四节的经文 但是这里呢 主耶稣基督在那么一个重要的时刻 他向他的门徒来称赞这位寡妇 同样今天呢 也在我们的面前 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 这位寡妇所做的 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 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认识这位 又真又活的耶稣 就像刚才我们的诗歌所唱的 因他活着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为我们流血舍命了 他爱我们 但是他今天也是一位复活的主 他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生命当中 都会彰显他复活的能力 他不是一个死的 已经死了的神 他是复活的神 他是活着的神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语 如今也都是活泼的 当我们去经历 去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位神 他与我们同行同在 今天我们讲的是 两个寡妇的小钱 其实常常想到 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 在今天我们的信徒当中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向主奉献的多 有的时候我们向主奉献的少 当然我所指的 并不一定是财务上的 有的时候是指的是时间上的 指的是我们的经历上面的 但是相比去主耶稣基督 他所做的 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来讲 真的不过是 仅仅的是两个小钱而已 但是当我们愿意 将这两个小钱 奉献在这个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是宝贵的 神是看为宝贵的 要么我们常常思想 要么常常 因着我们向神来感恩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 能够给得出去的 这两个小钱 我们常常地投到 神的面前 投到神的福库里边来 今天我们的分享 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常常知道 我们是不完全的 是有缺乏的 面临各样的光景的时候 主啊我们需要你 主啊我们愿意向你 存完全的心 我们不论是在我们人生的 所拥有的任何一样的 事物上面 我们愿意奉献在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知道 我们所能够给你的 比你给我们的少之又少 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 比我们给你的 是多而又多 我们放到你面前的时候 是加上了你的祝福 加上了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 看见你流血舍命的大爱 看见你自己钉十字架 为我们流血 让这样的场景 常常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 知道我们的信仰 是有根有基的 我们的生命 是安扎在你自己 这个磐石之上的 感谢赞美主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